哈囉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呂聖達老師 有沒有覺得我的聲音怪怪的 對 因為自從兩個禮拜之前 手術開刀啊 那因為可能在手術房待比較久 因為我是全身麻醉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看一下 唉 對 不好意思 因為老師一月份的時候啊 去日本滑雪 然後就是左腳的十字韌帶斷裂 然後還有半月板也裂掉了 所以好不容易才排到時間啊 去開刀處理啊 那因為開刀是屬於全身麻醉 哈囉 大家晚安 全身麻醉啊 所以在冷氣房裡面 那個管子就插在喉嚨裡面 插蠻久的 所以手術完之後感冒了有一陣子啊 那之後可能要一直等到六月份上課啊 老師上課的時候可能還是會帶著這個 還是會帶這個輔助器上課 因為除了我的十字韌帶斷裂之外 半月板也裂掉了 對 所以如果之後三個同學 你們不用再問老師有沒有比較好一點 有 一定有比較好 而且十字韌帶也修好了 只是復原跟復健需要一些時間 那老師這一個月啊 應該都不會用直播啊 因為你看也知道我這個狀態也沒辦法久戰啊 所以暫時也不會做那個食品類的直播 但是我在這邊可以回答一些關於麵包出學者操作的一些問題啊 首先啊 我們學做麵包啊 哈囉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老舍聲音有點沙哑 不好意思 我們在學做麵包的時候啊 首先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你要去秤對材料 當然可能很多食譜 譬如說在美國 英國 很多食譜都是用ounce 或是用一匙 一杯one cup這一種的方式啊 來測量它的重量 但是如果你要很精準的去學習麵包製作的話呢 你要去買一個精確的秤 精確的秤來秤你的糖 鹽 麵粉 這些食材 你才有可能根據正確的百分比啊 做出正確的商品 這個是在製作之前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就是要秤對材料 然後大家還記得嗎 我們上禮拜吧 老師是不是有在社團裡面詢問就是說 現在各個國家還買得到麵粉這件事情嗎 因為現在疫情有開始好轉的現象 所以很多地方麵粉已經開始陸陸續續都買得到了 哈囉 大家晚安 不好意思 因為老師聲音有點殺眼 因為我還在感冒 對 所以今天聲音會比較曬牙一點 那接下來就是講麵包製作 有關於麵粉這個部分啊 呃 我不曉得各位在買麵粉的時候呢 有沒有注意過它的那個蛋白質含量 蛋白質的英文是 protein啊 P-R-O-T-I-E-N 對 protein蛋白質含量 這個蛋白質含量的高低啊 會決定你的麵團 你的糕點 你的蛋糕出來的口感差異 我舉一個例子啊 因為今天講這些是針對 呃 如果你真的沒有做過烘焙的人啊 你可以聽聽看 那如果你有做過的人 你也可以稍微複習一下 例如說我們要製作那個 很柔軟的muffin 很柔軟喔 很柔軟的麻糞蛋糕啊 其實你可以看到在國外 有一種麵包粉 有一種麵粉叫做Caker Flour 就是蛋糕專用粉 那這種蛋糕專用粉啊 它的蛋白質含量 很多都是在8%以下 8%以下 代表它的質地是非常非常柔軟 適合做蛋糕類別的 比如說Puncake Muffin 這一類別的 可是呢 還有另外一種 低筋麵粉啊 它也叫Caker Flour 但你可以仔細看喔 它的蛋白質含量 是8-9%左右 稍微高一點點對不對 那這種麵粉呢 其實比較適合拿來做 比較硬一點點的糕點類 比如說像硬質的餅乾 比如說像冰箱小西餅那一類 或是你要擠那個奶油小西餅 讓它擠出來形狀比較立體的話 它蛋白質大概要8-9 擠出來才會比較漂亮 那進階到我們在學那個Pastry啊 就是你要學一些派餅皮之類的啊 其實如果你要做派 可能以台灣來講啊 用到中筋麵粉以上 那國外來講的話 可能就是要用到蛋白質10-11左右 那也有人叫它那個Plan Flour 就是通用粉 這些麵粉就是可以用來 做在派 做在皮塔上面 會讓它質地稍微再硬一些些 那可是 如果我們今天講到要做麵包這件事情啊 我跟各位說明一下 再好的低筋麵粉都不適合做麵包 然後再好的中筋麵粉 也沒有很適合做麵包 它是真的做饅頭跟麵條 我們做麵包齁 比較適合的蛋白質含量啊 最起碼都要超過11以上 11以上才比較適合做麵包 那蛋白質含量每個國家都有不一樣的區別 然後每個廠牌也都有不一樣的區別 像有時候你在台灣我們買的麵粉蛋白質有 11 12 13 14各種不同的規格 那超過13以上也有人叫它特高筋麵粉 那國外可能是叫Breaded Flour 或者是叫Hyperteen Flour 這些 這些麵粉的話 它就是做筋度比較強的麵包 例如我們需要高膨脹系數的吐司 或者是Panatone Pantoro這些麵包 我們會希望它體積大一點點 所以我們會用比較高強度的麵粉去製作它 那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是要做代鈣吐司 就是你吐司是要加鈣的 我們會希望它質體再柔軟一點 我們就會挑選蛋白質低一點點的 11到12的來製作 這個時候你們就會有個問題 就是我們買的麵粉 沒有那麼精準怎麼辦 所以就需要配粉 有時候你在國外的超市 或在台灣的超市啊 或在香港的超市看到一些麵粉啊 它蛋白質有13 有些有11啊 其實你可以試看看 都買回家做做看 那你做完之後你會發現到啊 可能你把它調配到平均起來蛋白質啊 是11點多到12的這個階段啊 它做出來的代鈣吐司質地會最好 通常是這樣子啦 但如果你今天要做不代鈣的啊 其實蛋白質稍微高一點點啊 它的膨脹性啊 會變得比較好一些些 而且就像我們學麵包的有幾個基本技術啊 直接法跟中種法 這兩個是大家最常聽見的 直接法就是all in one 就是採到通通加進去 打到光滑之後還加奶油的那個方式 那中種法呢 就是先把一部分的麵粉跟水跟酵母 攪拌好之後呢 預發再混合索麵盒的操作方式 所以本質上這兩種的體積不會一樣 直接法的香味啊 就是對素材發揮出來的香味 一定會遠高於中種法 可是呢中種法所帶來的長時間發酵的風味 以及它膨脹的力道 會比直接法來的更好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啊 所以兩者挑選的麵粉性質 本質上會不一樣 因為中種法的目的 是希望讓體積變大變膨鬆嘛 對不對 所以中種法通常會使用 比較強的麵粉 比較高蛋白質的麵粉 去做它sponge 做它中種麵團的部分 直接法恰恰好相反 直接法如果你今天是要體現出 快速製作柔軟的特性的話 其實它蛋白質含量 其實不需要到特別高 蛋白質十一十二 就可以把直接法的麵包做得相當好吃了 那你們可能會有疑問說 但我們之前沒有知道這些東西的時候 直接法買13%的高蛋白質麵粉 一樣做得出來啊 對 一樣做得出來 但是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使用了很高蛋白質的麵粉 去製作直接法的配方的時候 是不是會發覺它的攪拌時間會延長 然後麵團比較Q呢 你必須再多加一點水量 因為啊 我們雪紅盆有個很基本的 基本觀念就是 蛋白質的高低啊 會影響到麵粉的吸水率 蛋白質的高低 會影響到麵粉的吸水率 大約是1%的蛋白質啊 它會影響到2%的吸水率 所以同樣的一個配方 假設我今天是1000公克的 比如說我們統一來講 我使用了我們統一賣點10做工坊的麵粉 它蛋白質是12.7 對這個配方12.7的蛋白質 可是我如果今天把它使用到 我們統一的另外一支麵粉 我們的高筋麵粉1號 它蛋白質高達13.5 那13.5-12.7的情況之下 它是不是多了0.8%的蛋白質 以我們這樣正常換算的話 它可能就會多1.6%的水量 所以如果相同的直接法操作 兩支麵粉操作出來 你就會很明顯感到 特高筋是比較Q的狀態 是比較Q的狀態 可是往往這些細節啊 在初學者學烘焙的時候 很容易被忽略掉 我們通常在決定我們的麵粉 一定是要想說我今天要做大概 還是要做不大概去選擇 通常不會有一支麵粉是大概 跟不大概都做得非常好 因為麵粉都有它的特性來做發揮 像如果你之前有上過 老師的溫泉吐司的課程的話 我們不是都會說 為什麼湯種 湯種筋性不要太高 可是它搭配的煮麵團筋性 要很高 就是因為它去調整它麵團的 整體的膨脹性 以及整體的攪拌性質 但是對於初學者 要學習做麵包啊 老師真的跟你們建議啊 你們不要買特高筋 去做直接法的商品 不要買特高筋 去做直接法的 像老師 像老師之前出的這一本書 對 這本不是新書啦 新書最近還在贏了還沒出來 這本是老師之前出的手作烘焙教科書啊 其實這一本裡面啊 就沒有用到任何特高筋 它完全就是使用賣點石頭工坊 一支麵粉就可以做的 因為你如果今天強調的不是最大的膨脹體積啊 其實你的麵粉選擇 可以不用以筋性跟膨脹性為考量 而是依據自己的喜好 所以有時候大家在國外買麵粉啊 不要去看蛋白質越高越好 或者是蛋白質越低越好 它不是這樣判斷的 它是依據你的特性 像有些人如果你喜歡做Pizza 或是做Focaccia 做Sabata 這些商品的話 還有像Baguette啊 這一些 其實你們都不用買筋性很很強的麵粉 那個Potein啊 蛋白質含量11到12 就很適合做我剛剛講的那些商品了 例如像Focaccia嘛 Sabata Bagol Baguette Compound這一些 蛋白質11到12 就相當相當的足夠了 那你如果想要做一些膨脹體積很棒 很理想 比如說你希望你的Panatone 意大利水果麵包 Brio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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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脹得很漂亮啊 然後膨很高啊 你就要去買特高筋麵粉 High Protein Flour 因為我們在學做麵包最基礎的觀念啊 就是你要把麵粉的特性 了解得很清楚 這樣才不會說你花了錢 買了一支很貴的麵粉 但卻浪費了這個素材 像我們在台灣 因為取得一些原物料很方便啊 有時候在一些可能各大的烘焙茶店 你不只台灣麵粉買得到 你還可以買到法國的 你也可以買到美國的 你也可以買到日本各個國家不同的麵粉 可是這些麵粉都不是最貴最好 而是要根據你的你要做的商品 你要做的特性去選擇你所需要的麵粉 那因為我們平常學做烘焙啊 如果你是完全的初學者的話 我們今天跟你講的重點 主要是在直接法 直接法上面 因為中種法還會牽扯到 我們中種發酵的膨脹力道 然後有糖中種跟無糖中種的差異 以及煮麵團性性質 還有控制水溫這一些 對初學者來講可能會覺得相當困難 但是如果你是從麵包機 或是從手揉起家 或是只會做直接法的同學來講的話 其實你與其找到最正確的配方啊 你不如先思考一下 你用了什麼廠牌的麵粉 然後它的配方比例是怎麼樣 從這些基本層面去著手 你現在在做的麵包 改善速度會比較快 不然有的時候你會發覺到 你一直在練習啊 但是練習出來的 比如說因為我們廁場常常看到嘛 比如說土是長的不夠高 我們又不好意思問說同學 你是用什麼廠牌的麵粉 或者是一開始講的重點 材料有沒有秤對 因為其實還是有很多同學 因為是在國外的關係 他們還是很習慣秤材料啊 就是比如說要秤三公克的酵母 就是一小匙的酵母 然後要秤六公克的酵母 就是兩小匙的酵母 其實盡量不要這樣秤 因為我們秤材料啊 是做烘焙非常非常關鍵的一件事情 你材料秤錯 神仙也拿你沒辦法啊 所以從材料的秤料正確 到麵粉的選擇正正確上啊 這兩個幾乎已經可以克服掉你 大概80%的麵包問題了 那最後一個問題啊 就是材料替換性的問題 首先水跟鮮奶是不能直接替換的 為什麼 因為鮮奶裡面呢 有乳脂固形物 還有乳脂肪 還有蛋白質等等的 所以你直接鮮奶 水直接水的配方喔 完全用鮮奶替代 你立即就會發達到你的麵包 特別的硬 特別的硬 或特別的Q 因為鮮奶裡面還有很多東西 它並不是水分 所以通常如果你直接水 要改成鮮奶的話 我一般會建議啊 你水的量要乘以1.1 1.1喔 或是1.2 對 要乘以這麼多喔 它做出來的效果 才會比較接近我們理想的程度 然後在最後啊 跟各位分享一個小小的秘訣 就是 如果你們在國外買不到適合的麵粉 比如說你買的那些麵粉啊 它的蛋白質普遍都偏低啊 可能大概都只有差不多 11 了不起就只有超過12 蛋白質在偏低的情況之下 怎麼樣增加膨脹體積 怎麼樣增加攪拌性質 有兩個方向 大家可以思考看看 第一個啊 就是添加奶粉 對 你沒有聽錯 添加奶粉很有用喔 因為奶粉會增加吸水力 以及強化精性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呢 你可以試著啊 把5%的水分 5%的水分呢 換成雞蛋 對 5%就夠了 因為蛋呢 也會有強化基因基因性 跟增加膨脹體積的效果 不過這個是僅限於 注意聽喔 僅限於做 威爾娜麵包 做甜麵包 當麥可頌 這一類可以這樣做 因為我們 Bucket 或者鄉村麵包 這一些啊 還有Focasia Shabata 他們是不需要奶粉 也不需要雞蛋的 而且這些麵包 原本就不需要很強的筋性 你如果在國外 想要做體積更良好的吐司 更良好的甜麵包 在麵粉 蛋白質含量不夠的情況之下 你就是可以添加2% 到4%的奶粉 去修正它整體的麵團筋性 或者是把5%的水分呢 更換成雞蛋 都會有很好的效果 對 那這個是 因為最近問題 積的比較多 老師一口氣把 大概初學者 對於做 直接法的麵包 以及一些 我們該學做麵包的 一些基本觀念 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對 大概就這樣子 好啦 今天就這樣子了 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大家